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然后只是开了一个多小时的船就到达了 然后现在把网放下去 今天准备放三千米网 网放完了停泊在海中间休息一下 另外一次欧船的渔民停泊的时候还在钓鱼 我们也试试看能不能钓几条鱼 在这个位置钓这个十九弓的效果还不错 没用什么鱼 一会就钓了几条 大家看一下 钓十九弓的速度还挺快 刚把钓钓放下去 然后就开始拉上来 就有余了 大家看一下 钓十九弓 十九弓都这么大 再大不然里去 放下去上来就一条 速度还挺快的 看一下又有了 真的速度很快 就钓之王啊 我们还是要去骑网的 就趁这个休息的间隙 钓几条十九弓 晚上回去加仓啊 然后钓完我们也差不多要去骑网了 大家看一下一放下去就有啊 给床加满油 然后我们就要过去骑网了 现在开始骑网了 我们过去看一下 希望今天收获多多 现在潮水过去了 我们也开始骑网了 希望鱼货多多 放完捕鱼是要看潮水的 放完捕鱼不是说随便放就有鱼货的 要看位置 也要看潮水 这边上来一条西公鱼 这是一条白花鱼啊 给大家讲解一下放完捕鱼吧 放完捕鱼要看位置啊 然后潮水过去了 鱼货就会上网啊 上网它就是被网练住了 它就出不去啊 然后太小的鱼是上不来的 所以放完捕鱼是很看位置 还很看潮水啊 也是很看季节的 所以不是在海边随便放个网就有鱼货啊 这边来之前话啦 这是一条红斑 大红斑 不过这条看起来也不算是很大 大概有一斤左右了吧 这一条的话三四百块钱也是有的啊 这一条不算大啊 最近来说 另一个网也起网了 鱼货也不多 就一条红斑比较值钱之外 没有什么其他鱼了 然后现在过去起第二个网啊 放网也不是网放越久 鱼越多的啊 因为潮水鱼过就没什么鱼群了 而且鱼在你网上太久也会死掉 就会臭掉 上了一条西公鱼啊 这种是波皮鱼啊 我们这边叫做底仔鱼 最大也差不多这么大而已了 这边也是一条西公鱼 这是一条白花鱼啊 还挺大一条的白花鱼 这是波皮鱼啊 波皮鱼在潮山地区叫做底仔鱼 也是算比较值钱的啊 而且要养活比较值钱 这是一条村子鱼啊 村子鱼也是一种假大黄鱼 不过这条还挺大的 哎 这个网的波皮鱼还挺多的哦 这里上了一个河豚鱼啊 一个大刺豚 刺河豚鱼 然后第二个网也起网了 第二个网也没什么收获 所以你们看一下 捕鱼不是每次收获都很多的 现在过去取第三个网啊 前两个网收获并不多 希望第三个网能来多点好货 起网捕鱼也是很吃体力的 别看有起网机 这也是一条大村子鱼啊 还挺大只的 还活泼乱跳的 村子一斤大概是70块钱左右 前面这艘床也是放王捕鱼的啊 他们是有7个员工 然后放的网会比较多 然后收获多少就要看天意了 这边的狄仔鱼还挺多的啊 这种波皮鱼上了好多条了 一斤七八十块钱 又上了一条村子鱼啊 这种假大黄鱼 上针的大黄鱼多好啊 这么大一条 又是一条村子鱼啊 这里村子鱼还挺多 这里是白花鱼 然后第三个网也起网了啊 第三个网收获也是一般般 几条村子鱼 几条那个 波皮鱼 现在过去起第四个网 也是最后一个网了 今天的收获确实有点少啊 也没有什么特别值钱的货 有钱倒是不亏 亏人工 希望这个网能来多一点好收获 让员工们都有点收入吧 这条是一条细鳞鱼啊 还有几条白花鱼 一条细鳞鱼带着几条白花鱼一起来了 这是一条光赏鱼啊 没有食用价值 只有光赏价值放生了 前面有一条放排钩的这个鱼团啊 这种排钩 原神钓 这边又上了一条村子鱼啊 叫村子鱼还挺大一条的 要是来是真的大黄鱼就好了 这么大一条都值不少钱了 村子鱼甲大黄鱼就不值什么钱了 又是白花鱼一条啊 后面还有一条就是两条白花鱼一起来了 没有底仔鱼却来了很多白花鱼啊 哇这边上了一个大叶子罗啊 这个叶子罗还挺大的 没想到这个海域还有叶子罗啊 挺大一个的啊 叶子罗一斤大概是50块钱左右 然后网也快起网了 看来今天的收获也就是成定局了 没什么大收获 在网即将网的时候啊 上了两条大鲁鱼啊 两公婆一起来了 两条大鲁鱼 两条很大啊 这是鲁鱼花鲁 两条一起来的啊 虽然说不算是很值钱 但是一斤三四十块也是有了 两条加起来卖个两三百块钱也是有了 滑坡乱跳的 哇又来颗椰子罗啊 这个椰子罗没有刚刚那个大 但是也算是挺大个的 还是最后一个网比较好啊 这里上了一只台海黑蟹啊 这种黑蟹肉就是挺紧实的 然后最后一个网也就起完了 这个网收获还可以吧 两条大鲁鱼 还有两个大椰子罗 然后现在起程回去了 今天的收获一斑斑啊 没有什么特别值钱的鱼种 大黄鱼大石斑也没有 然后现在快到鱼港了 去鱼排那里 看一下今天的鱼化能卖多少钱 然后现在到达鱼排这里 准备卖鱼了啊 总共卖了一千多块钱是多一点啊 虽然说收获不怎么样 但是时间也没多长啊 除了补点油钱 每个人可以分个两三百块钱吧 这也就是我们这一天的收获了 太阳西下 我们也准备回家了 好了这个视频就分享到这里 谢谢大家的观看 拜拜